生平陈沪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体操世家 祖父陈申熙是上海著名体操运动员 父亲陈建是上海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体操教练 母亲董春华是上海体育学院体操教研室副教授 陈沪直在4岁时被上海跳水队领队使美琴选中 进入上海体育馆小体校跳水队 2017年年初进入上海跳水队试分 在2018全国跳水錦标赛中代表上海队获得女子10米台冠军 并且与段宇搭档获得男女混合商人10米台冠军 2019年3月陈沪直入选中国国家跳水队 并首次参加世界大赛 在2019年世界游泳錦标赛中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金牌 为中国跳水队时隔六年后再次获得该项目冠军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 与张家齐搭档获得跳水女子商人10米跳台金牌 在跳水女子单人10米跳台中获得银牌 冠军为队友传红蟹 2022年5月3日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022年赛季后 传红蟹和陈沪直在教练组的安排下成为女子商人10米跳台项目搭档 2022年世界游泳錦标赛中 陈沪直为面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冠军 与传红蟹搭档获得跳水女子商人10米跳台金牌 2023年世界游泳錦标赛中 以457.85分的成绩创下了个人生涯最高得分 完成跳水女子单人10米跳台项目的三年冠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 陈沪直与搭档全红蟹获得女子商人10米跳台金牌 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参加奥运会40年来的第50枚金牌 在跳水女子单人10米跳台中获得银牌 2024年1月 作为优秀运动员被同制大学运动训练专业保送录取 并于同年8月入学 这届亚运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谈吐得体有教养的陈沪直 很多网友也是猜测陈沪直必是出自名门世家 从小见过世面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网友没猜错 陈沪直的家世资源确实可谓相当丰富 陈沪直出生于一个体育世家 爷爷陈申熙曾是上海著名的体操运动员 在上海体育园属于中师级人物 陈沪直的父亲陈健是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 学校的体操高级教练 而母亲董春华则是上海市体育学院体操教研室的副教授 由于父母都在上海体育圈指理 这样的家庭背景为陈沪直提供了从小接触和学习体育的机会 然而由于陈沪直幼时体质较弱 经常生病 家人决定让他开始练习体操以增强他的体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沪直逐渐展现了自己在跳水方面的天赋 六岁时 他由体操改练跳水 并逐渐走上了竞技体育之路 既然陈沪直喜欢跳水 父母当然要吸他最好的 陈沪直的启蒙教练正是史美琴 他可不是一般教练 具色 史美琴正是发掘出吴敏霞的大教练 也是评价全红蟾不会跳板的那位 当时他在电视上评价全红蟾到全红蟾跳不了跳板 他跳不来的 据媒体爆料 史美琴和陈沪直外婆私交甚都 这也是他愿意出生的原因之一 史美琴作为陈沪直的启蒙导师 正是史指导的为眼色才 开启了陈沪直的跳水人生 除了家庭的支持 陈沪直的成长过程中 还有许多重要的人物 他的同门师者吴敏霞是他崇拜的对象 也是他的偶像 在陈沪直夺冠后 吴敏霞第一时间赶到他家中送上了祝福 总的来说 陈沪直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家庭背景 个人努力和良师指导的结合 而全红蟾呢 他的确没有这样的资源 但这样的农村孩子走到今天更加不容易 网友打趣称 陈沪直是喝牛奶掌大的 而全红蟾是喝稀饭饭头掌大的农民的孩子 不过全红蟾和陈沪直虽然加势背景天差地别 却不外少年人的友谊 还记得陈沪直拿冠军的时候 全红蟾每次真心的为他 立喊为他鼓掌 当陈沪直为失去冠军而伤心乐累的时候 全红蟾站在他身边陪他安慰他 全红蟾的人品 确实有目共睹 他的真诚善良也让陈沪直佩服 也许 当今社会下 就算全红蟾取得比陈沪直更辉煌的成绩 退役后 陈沪直的去处和发展也会比全红蟾好得多 所以 粉丝更更希望全红蟾退役后能平安幸福过一生 感谢你的观看 我希望你觉得这个影片内容丰富有趣 如果你喜欢所看到的内容 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 以随时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内容 我有各种播放列表 涵盖广泛的主题 因此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的内容 透过订阅 你将第一个知道新影片何时发布 如果你希望我在以后的影片中介绍任何问题或主题 请随时在下面发表评论 你的回馈有助于我创建适合你的兴趣和需求的内容 我喜欢听取观众的意见并重视你的意见